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SRC上诉案一波三折 吉隆坡高庭今天博会申请 拒绝让英女王律师乔纳森·莱德劳 在上诉案中代表纳吉出庭辩护 高庭法官拿督阿莫·卡玛是在7月6号 聆听申请人和其他单位的律师陈词后 今天通过视讯会议宣判申请结果 他认为尽管莱德劳被视为擅长 为金融犯罪案件辩护 但这无法证明这名律师对我国刑法的法律支持 足以处理纳吉的SRC案件上诉 法官认为本地律师完全有能力在各级法院处理这类案件 还表示临时让莱德劳介入案件的做法极其不合理 莱德劳是于5月31号向高庭提成申请 寻求根据1976年法律职业法令第18之1条文 以取得法庭认许在我国成为职业律师 担任SRC上诉案的首席辩护律师 律师工会随即入兵法庭 反对这名外籍律师为纳吉辩护 还说我国明明就有超过2万名经验丰富的律师 供纳吉选择 二十五天 二十一笔 他のはもう一碗 大声 方法 感谢观看